太陽環環被月球遮住 就在正中央 一拳光圈看起來就像一枚戒指 天文奇景日環時二十一號即將登場 最佳觀測袋就在北迴歸線上 嘉義成了最佳觀測縣市 嘉義縣長翁張良 嘉義市長黃敏慧 都積極拍攝短片宣傳尬場 但嘉義縣東石港大約下午四點十三分 三十五秒時將能最早看到日環時 曝光南越慢一秒 接著是北香湖公園 最後是阿里山 預計這些地方日環時時間將長達一分鐘 但不在嘉義沒關係 落在環時代上的區域 都能看到完整日環時 這次環時中心代就有通過台灣本道 所以就會我們就會看到日環時 這種比較壯觀的現象 看日時就跟看太陽一樣 是很危險的事情 那即便日時的時候太陽大部分都被遮住了 可是這時候太陽光也是很強烈 所以建議要用專用的這個太陽濾鏡 或是太陽濾紙來觀看 觀看日環時當天避免肉眼直接觀看 否則太陽直射恐怕對眼睛造成永久性傷害 沒有的民眾也不用擔心可以戴墨鏡 避免知識保護眼睛 日環時又被稱作上帝的金戒指 民眾可得好好把握機會 否則下一次要在台灣再次見到日環時 恐怕得再等一百九十五年 再次見到日環時